因為我覺得方便就上來了 我是看大家停就停 騎士看到別人停 也把這裡當成停車場 700多台圍停機車場面壯觀 完全沒有民眾注意到 四周貼滿圍停標誌 從高處往下看 太原火車站站前廣場 機車停好停滿 誇張亂象 造成不少民眾的困擾 這種多了這些圍停以後 就新手就真的變得很奇怪 很不方便 台鐵跟警方 他們就會互相說 那是因為你的資源不夠 然後是台原的人 就是分配不足這樣子 那這真的滿有可能 造成這樣的問題的 台中第一個鐵路高架化火車站 衍生出機車微停問題 已經維持三個多月 每天將近700多台機車 嚴重妨礙到民眾出路 但這塊地到底歸誰管 實際詢問警方和鐵路局 雙方疑似在互踢皮球 權責劃分不清楚 台鐵沒有開發單的權利 轄區警方則說火車站前廣場 並非他們的管轄範圍 這部分並沒有踢皮球的警示 我們鐵路管理局 也預計在7月22號會有一波動作 這個我想因為我們是新的高架車站 我們還是有一個謀合的事件 這權責目前都是已經在一個 釐清的一個狀態 對 台鐵主人表示 已經著手處理微停亂象 7月15號公告靜庭告示 必須經過一個禮拜的公告期 7月22號如載有機車微停 才會通知警方開罰 不過鐵路高架化107年10月 站前廣場就已經完工 卻完全沒考慮到可能有微停問題 反而要等到事情浮上檯面才來正事 接著李夢章 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